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多个古村落 绵延分布在这片土地上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 也没有林立的高楼 仿佛是一处格外清静的世外桃源 然而 从中国宋朝开始 这里就已经是一片藏龙卧虎之地 群雄并起 英才辈出 我身后的陆方村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村庄之一 陆方村位于这一片古村落群的东部 走进村子可以看到老屋连片 石板街巷纵横交错 一桩桩保存完整的古民居映入眼帘 这些明清时期的古民居秉承着中国江西地区的干派建筑风格 布局简洁 古石素雅 清一色的青砖辉瓦和高峻的码头墙 半掩半路的双坡屋顶 隐在重重叠叠的码头墙后面 自然古土又不失大方庄重 在所有这些民居中 最显眼的是一幢高大的古建筑 陆家祠堂 这是一座中国清朝时期的宗族门楼建筑 门楼上贴有一幅对联 上连为一居时势如宗地 下连为六项三贤礼学家 横批为大儒家庙 这幅对联中所说的大儒 指的就是中国南宋时期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 新学大师陆九渊 祠堂的正中央挂有一块 在宋朝书法家宋连提写的 黎珠世家牌匾 以表彰陆氏家族至家有方的美德 在陆家祠堂的后院 有一座造型别致的亭子 和一口一棒着农田的千年老井 称为一亭和一井 一井造型别致 由巨石造成四方井圈 与井口形成一个回字 一再告诫后人 不论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 都不能忘记养育自己的家乡 南宋新学大师陆九渊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从今夕走出去 功成名就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 以自己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严谨的智学态度 成就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 公元1139年 也就是中国南宋时期的绍兴九年 陆九渊出生在金西县的陆方村 当时陆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整个陆氏家族九代同堂 全部家族有百十余口人 陆家的祖先曾在中国唐朝的唐昭宗时代任宰相 所以陆家的家风十分严肃 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的家族 陆九渊自幼在陆方村中长大 他在井边玩耍 在亭中读书 严格的家学渊源 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 三四岁时 有一次陆九渊问他的父亲 天地何所穷迹 也就是天地有多大 他的父亲笑而不达 结果陆九渊苦思冥想了好几天 长大后 当他在古书中看到宇宙二字的解说时 终于弄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在学习时 陆九渊喜欢刨根问底 对于书中的学问 他还经常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 八岁时陆九渊对中国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中的内容提出了疑问 当他读到《论语》中 孝顺父母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这样一个观点时 陆九渊提出了质疑 他说 犯上作乱的原因很多 不可一概而论 汉高祖刘邦灭掉了秦朝 可刘邦本人却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 这又如何解释呢 所以 《论语》中的一些观点 也是支离破碎的 在当时 《论语》可是一部权威著作 很少有人会对《论语》中的观点产生质疑 而陆九渊却能做到独立思考 不人云亦云 他的这种性格 也为他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年龄的增大 陆九渊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公元1172年 也就是南宋前到八年 34岁的陆九渊考中了进士 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然而 陆九渊脱世离俗的性格 并不能让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如鱼得水 除了结交到一些造诣深厚的思想家和学者以外 陆九渊并没有得到朝廷重用 考取了公民 成为了朝廷官员的陆九渊 却并不在乎荣华富贵 比做官更能吸引他的 是当时儒家思想中的各种理论 他愿意去思考 也善于思考这些 在旁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理论 同时家乡的山水草木也无时无刻地不让他牵挂 终于 学有所成的陆九渊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在江西省辅州市金西县城内 有一座古老的书院 养山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民间教育机构 通常由民间集资修建 供当地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开办各种学术课程和学术交流活动 这座养山书院修建于中国清朝的乾隆二年 也就是公元1737年 而在这之前 这里是陆九渊曾经讲学的重政书院遗址 公元1186年 陆九渊辞去官职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金西 由于早已名声在外 这位金西才子的归来 成为了当地的一件大事 金西县令亲自带领全县学者 为陆九渊举办欢迎仪式 家乡人民的热情让陆九渊很是感动 联想到自己多年疲惫的漂泊和幻海沉浮 陆九渊更加珍惜家乡父老带来的亲情 消息不禁而走 陆九渊的归来吸引了大批求学者 于是陆九渊便以自己的家乡为中心 在各个书院中进行讲学活动 同时他也和当时社会上的各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 保持着沟通 经常与友人们开展各种学术切磋 慢慢地 陆九渊的学术思想越来越完善 新学从此成为了陆九渊研究最深的一门学问 所谓新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门派 最初由北宋哲学家陈浩创立 到了南宋时期 陆九渊对新学思想进行了发扬光大 使新学成为了一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儒家思想 并与当时的另一个儒家思想流派 也就是以朱熙为代表的理学流派 平分秋色 新学和理学同样来源于儒家思想 都是对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 但却又各有侧重 以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世界 除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外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陆九渊 在新学理论上的成功呢 这还要从陆九渊的家乡说起 在陆九渊的家乡 一座座干派建筑临次至比 幽深的古巷和静谧的村庄 常常使人陷入遐想 干派建筑具有稳重朴素的建筑风格 青砖灰瓦的建筑上 高峻的码头墙造型丰富 将屋顶包围起来 既可防火也能防风 将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 每座建筑中都有一个天井 既用来采光通风 又体现了四水归塘的特点 四水归塘本来是中国南方地区 民间住宅的一种建筑布局 由于屋顶内侧坡的雨水 会从四面流入天井之中 俗称为四水归塘 这种建筑布局十分漂亮 也让人心情舒畅 除此之外 四水归塘的建筑布局 还在无形之中 把人与天紧密衔接起来 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 天人合一的境界 坐在天井下 看着潺潺的雨水 顺着墙面的斜坡 汇聚到天井内 陆九渊以心为本的哲学思想 自然而然地被引发 在他看来 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 人们学习的目的 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 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 有人曾经问陆九渊 你的心学理论强调以心为本 这听起来很像是空谈 陆九渊笑笑说 这完全不是空谈 比如说孝顺父母 他应该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良知 而不应该是学来的 你的修养到家了 自然就会去实践孝顺父母这件事情 即使父母去世了 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会因此消失 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皆在本心 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成为了中国南宋时期 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 到了明朝 新学理论被明代思想家 王阳明系统发展成为了一门学科 与中国古代的儒学 理学一起 在中国 日本 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 广泛传播 对整个亚洲地区哲学体系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小小的陆方村 这位新学大师的顾礼 则成为了他理论发展的历史见证 一座中国江南的小村子里 为什么会有皇帝下旨修建的牌坊 这座牌坊上面 为什么会刻上圣旨的全文 这座小小的村子里 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住在这座村子里的人 又做出过什么样的历史贡献呢 国宝团案带您走进江南水乡里的葡堂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